土豪买了市面上所有的防水材料 他们要制作出一堵防水墙 之后要挑战在水里能否将这堵墙打破 话不多说 大家赶紧来帮忙制作 一卷卷胶带被绑在这个架子上 很快就能看出一堵墙的样子了 过了一会儿终于制作完成 土豪将胶带墙扔进了水里 之后就要将这个墙打破 大家一起猜猜看 它能完成挑战吗 虽然场地换成了水下 但是土豪使用的还是之前的工具 只新增了这个空气喷壶 他先拿到水里测试一下 发现能只能喷出的气体很小 看来这个工具在水下也并不好使啊 土豪无奈的还是只能使用之前的工具 他拿来一把叉子用力刺向墙壁 连续刺了几下之后 就发现也不好用 赶紧换成飞镖 但是问题来了 飞镖在水里还能飞起来吗 土豪有些傻眼 忍不住询问旁边的小伙伴 但对方显然也不知道 土豪说话间就要下水尝试 却突然掉进了水里 这下也不用跳进来了 他先用出了一把飞镖 却发现飞镖惊飘飘地落在了水里 之后土豪再次尝试 还是同样的结果 于是只能再近一点 虽然扎中了飞镖 但是却没能对墙壁制造出一点损坏 反而还差点把自己的脚扎中 接着土豪又找来一个铁链破坏球 这个甩起来的杀伤力会很大 他立即下水尝试 但还是同样的结果 破坏球在水里也没能被甩起来 土豪连续试了几下 就忍不住冒头换气 之后再次尝试 试了几下后只能放弃 看来这个挑战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很多倍 土豪突然不知道从那找来一个生锈的扳手 接着又下手尝试摧毁墙壁 土豪用尽全身力气连续敲打了几下之后 这个总算能对墙壁造成了一些损坏 土豪很激动 甚至都想给自己颁发个奖状了 接着他又找来一把弓箭 看看水下能否射出弓箭 土豪站在不远处瞄准墙壁射击 但见并没有想象中扎中墙壁 反而慢慢地落到了水里 他接着把距离放近 这次同样没能扎中墙壁 气急的土豪一把将手里的弓箭扔掉 之后站在墙壁正前方开始射箭 结果还是没用 土豪只能用拳头撒 之后就因为憋不住气放弃 据说在输入法打出歪歪歪 90%的人都是阴阴阴 很快他又找到了一个棒球棍 希望这个能造成一些损坏 但是在破坏之前 土豪突然想到让杰米跳水 如果能完成就奖励他1000美元 杰米一听有钱拿 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跳水台 一个扑腾就跳进了水里 之后赶紧让土豪拉上岸 却有一个翻身掉进水里 土豪这才开始工作 卡在墙壁上就使出吃奶的劲来砸墙 连续敲打了几下之后 土豪实在坚持不住赶紧放弃 忍不住感叹这虽然不是最坚固的墙 但绝对是最难打破的墙 因为水里简直太难操作了 之后就找来一个飞爪想要将墙壁拉回来 虽然抓住了墙壁 土豪用嘴咬着绳子就要往岸上拉 过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个想法也不能成功 只好寄希望于这个战俘 期待他能将墙壁划破 他先尝试了一下能否砸中 却发现战俘轻飘飘地落到了一边 于是又捡起来亲自动手 又是连劈带砍地冲着墙壁使劲 很快又因为没有结果放弃 这时候土豪不得不承认 看来只有变成食人鱼才能走快速地打破墙 这刚好给了土豪灵感 他找来一把鱼叉 看来这在水里应该就能发挥作用了 说完土豪立即下水 先来打猎一下再说 土豪很激动自己终于找到了食物 之后也成功地将鱼叉扎进了墙壁上 接下来土豪又换上一个长矛 站在近处对准墙壁射击 这次显然有些用处 这让土豪很有信心 赶紧一鼓作气刺向墙壁 之后又把鱼叉拿起来双手开弓 一下接一下地摧毁墙壁 之后他又想到用火焰喷射器 虽然水果不相容 但是显然带火焰喷射器进泳池也太傻了 他只能想到给自己的武器加热 接着他又找来一把弄 先站在远处射击试试水 发现能扎中胆紧挪动位置 但是问题来了 虽然扎中了墙壁 却没有刺穿 这显然又是一个激烈的工具 他又找来一把长刀 在水里和墙壁比划了两下后 就换成和杰米比武了 杰米被土豪顽虐 之后土豪又找来一把三叉戟 用力刺向墙壁 往常看起来威力无比的东西 竟然也没啥大用处 土豪只好换上转刀 先是刺了几下就果断决定 从上往下割裂墙壁 果然这个想法很棒 几次过后上面就被割裂了一块 接着他又换成武士刀 这个结合起来会不会更方便呢 土豪连劈带砍 用尽了红黄之力也没能成功 积极的土豪只能拿出自己的大杀气稿 水里的阻力太大 显然稿也有些受阻 土豪只能给自己穿戴好盔甲打算撞墙 虽然没能将墙壁破成两半 但好歹也算钻了出来 挑战勉勉强强成功了 想看土豪还会发起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